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季现代与当代艺术夜间拍卖 整期3月25号到4月17号 此次安德森拍卖活动中首打主力 有国际知名的日本前卫艺术家草菅名声的巨型南瓜领航 如此大尺寸并有草菅轻会的南瓜雕塑作品置于拍卖品秩序 打破台湾拍卖市场无法搜罗提供 除中国之外亚洲当代国际大师作品的局限性 本于对艺术品的喜好与热忱 继续以行动回应对于日本一线大作的信心 圆滑艺术空间 Leading生活点滴 常伟惠纳雕刻各展 展期4月9号到5月28号 艺术家常伟惠纳说 我的创作一直都是非常个人的事物与想法 也许是因为不是我非常熟悉的东西 我就没有办法制作吧 但我也一直在追寻其中的必然性 也许有一天 我会从自己的作品之中 找到世界的秘密也不一定 我相信我所做的事情 就像古时候的人们所做的一样 将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以创作的方式记载下来 就像是自己的纪录片似的 从中找到新生 FA Gallery 创意空间 第一届三怀堂文化艺术展 百福名人书画展 展期4月22号到5月15号 集结近百福民国书画大家的 三怀堂纪念展 将于台北创意空间展出 展出作品包括于幼镇等 数十位近代书法大家的墨宝 书法和水墨离我们并不遥远 也不似刻板印象中的沉闷与严肃 流转了千年的苍净灵魂 依然风雅地活在云门舞集 蔡国强 高行建 武幻中的 文明国际的艺术重作之中 围起8周的展览 将配合讲解和现场示范 将唤醒您对于笔墨的记忆 安卓艺术 银 黄亮各展 展期4月23号到5月15号 1982年出生于中国东北的黄亮 自幼身体不佳的他 早在初中时期就遭受了 淋巴结合的困扰 大学时候更被曾误诊为肺癌 并前后进行了近两年的化疗 未满20岁的金色生命 黄亮以长片病痛之苦 与生死之间的质大难关 这种经验让黄亮拥有一双 别于平常眼睛来看待人间 与一颗比多数人都更为纤细 和脆弱的心灵来感受万物 而借由绘画的抒发 和创作当下的自我救赎 黄亮不仅描绘出一种被伤痛 不断营绕的身心经验 也在这一笔引画的过程中 重新找回他人生的出口 光之一郎 2011起真的太空漫游 战期4月16号到5月22号 起真是一位自闭正当男孩 他不会吵闹 只会低头画着图 绘画成为与周遭人们沟通的桥梁 只需要静静观看 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大孩子心中所看到的世界 所喜爱的事物 丰富的想象力 以及原生的艺术本质 长久以来 我们对于所处世界之外的地方 都充满了无限的想象 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一直深入无穷的宇宙 只为了能够更了解那片宽阔无垠的星空里 究竟蕴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邀请您一起参与起真 2011的太空漫游各展 一起去冒险吧 威廉艺术空间 华山论剑 赵无极早期本画展与朱铭同目叼展 展期4月8号到4月23号 赵无极与朱铭这两位享誉国际的华人前辈艺术大师 将于威廉艺术空间正式摆正出招 我们为赵无极大师准备的是集中在60到90年代的手工精致版画 石颗版画 铜版石颗画 以及石板画是主要展出的方向 朱铭大师的备正精彩内容 当然不能错过太极系列的铜雕与木雕 及早期的羹牛 龙及人物等系列 赵朱铭师对招精锐进出 精彩绝伦是不仍错过的一谈盛世 国家艺术园区美术馆 精选典藏系列 催眠术 展期4月1号到5月22号 本展览借用催眠术一词 并非指的是真正的催眠 而是透过当代艺术的多元表现形式 试图带领观者进入一种不具催眠性的催眠状态 本展精选馆内数件精彩的当代艺术典藏 既有李明维 谢素梅 袁广明 陶亚伦 朱家画等五位艺术家 作品形式包括了互动投影装置 机械动力装置 摄影影响装置 以及电脑影像光榨片印刷等 创作年代横跨了1997年到2007年 展现当代新媒体艺术的多元样貌 家画廊 林寿宇经典展 展期4月28号到6月26号 身为画坛唯一一位真正现代主义的艺术家 林寿宇用最单纯的白 阐述独特的艺术精髓 表面上看似没有表情的作品 背后看不见的是他曾经经历过的精彩人生 不服输 专搞革命的写脉性格 创作起来却是一丝不苟 他运用白色的能力炉火纯青 画面并非只有一层白色 而是一层又一层深浅浓淡堆叠的白 融合东西方的文化精华 酝酿出少及事多的特有东方美学 精炼简洁的绘画语言 诉说着浓厚的老妆思想 林寿宇经典展 带你欣赏这位跨时代跨领域的现代主义巨匠 大蔚蓝林社画廊 萧晴1955到2010作品展 展期4月9号到5月1号 这次展览以萧晴不同时期的作品 表现出画家从艺术对心灵乃至于对宇宙的探讨 而这些也是他一生成长的写照 从早期1955到1956一系列以京剧人物为主的构成表现 被刻意简化的形体是以明朗对比的色彩 造型具有天真的情绪 透过这些作品可以清楚看到一颗积极想要在东西文化造型上 取得协调创生自我面貌的心 60年代的作品转由思想入手 艺术家刻意放松自己的意念 在笔随心转的自由流动下自成雏形 之后再以这个雏形为起点 逐次整理构成画面 王坤以沉稳内敛的技法 表达高原自然景观中一种雄壮开阔的天敌气度 和对生命尊严的体验 人传文有其强烈主观的创作意念 但又能符合客观的条件 变形中有其道理可以遗寻 正是他作品难能可贵的地方 庄重运用其细腻的观察力 以及笔法表现出大地的四季风貌 长阳在大自然中寻求清纯 凝重优美 敬物的绘画与绘 池塘系列作品在典雅宁静中 流露出动人新鲜的梅干与诗意 感谢您收听本周的一文播报台 一文播报台带您掌握一周最新的展览资讯 我们下次见 拜拜